in turn 好我们来看一下in turn这两个字呢 它的意思呢中文翻成接续或者是转而 我们来看例句 extreme weather led to a poor harvest and this in turn caused food prices to rise 我们看这个例句 extreme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成极端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weather 指的就是天气 好那说呢极端的天气呢 led to 好那这边呢有一个重要的动词跟片语 这个字呢念成lead 中文翻成引导 好那lead的这个字呢 特别要提醒同学的是 它的动词三态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lead led led 然后特别注意到的是这个lead to 它本身后面加上一个不定词或名词的时候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导致或者是引起 好所以极端的天气呢 它导致了一个poor harvest poor原本是贫穷的意思 那harvest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丰收或者是收成 英文念成harvest或者是收割收获 所以呢不好的收获 那我们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农作物欠收 and this in turn 好那接续的发生的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极端的天气导致的农作物欠收之后 接续的就造成了cost这个字 其实跟前面的latitude的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造成 造成了什么东西呢 食物的价格 food prices to rise 那right这个字的意思呢 指的就是上升上扬的意思 好所以呢这个片语 我们念成in turn中文接续转而